一早在高雄台船港区 台湾首艘国造潜舰海昆号亮相 它的外形相当的雄伟 在移制过程中还可以看到明显的镰刀式七叶桨 船体还有为了安装国造鱼雷诱标所留的孔洞是相当的壮观 而今天清晨海昆号已经移至福屋坐墩 要由福屋载运至二号码头福屋船航道 移动至另一处台船的干屋要进行下一步测试 一早又不少军事迷抢先一堵震撼场面 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前天第一刀台湾知识第一刀前天没拍过 那今天拍起来的感觉 很特别啊第一次拍到 看到那些造型一些一些装备 那昨天本来是要来拍的 因为他说有管制嘛所以就没有过来 今天干嘛说他要用这个服务拖到 你就说来这边试试看看 海昆号近期的驳岗测试进入最后阶段 昨天由台船海舱厂内移至排水量 三万五千吨的中信八号大型浮屋 但过程是相当的保密 而今天清晨海昆号顺利借由中信八号浮动船屋 平稳的往台船干屋移动 要装上电瓶做下一阶段的测试 海昆号的动态也引起国人关注 也引起来